而乌战事方面 朝鲜派兵协助俄罗斯在乌克兰前线作战 传得沸沸扬扬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上 首次表态 既不承认也不否认这件事 他强调如何执行和朝鲜的互助条约 是俄罗斯自己的事 根据俄罗斯和朝鲜今年6月签订的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 如果俄朝受到攻击 另一方必须使用一切手段来提供军事援助 普京接受电视专访时警告 如果乌克兰执意要加入北约 俄罗斯自然会竭尽所能捍卫安全 至于是否会考虑解决俄乌战事的和平协议 普京强调 俄方只会根据现实情况做出考虑 而不是毫无底线 210分钟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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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310分钟